各位同学,今天我就要介绍这本书给你们知道 这本书就叫做《拿铁恩子》 这本书很重要的,它可以改变你理财的观念 令你养成一个智富的习惯 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大卫巴赫,David Bach 她透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讲解一下什么是最少又最强的智富习惯 书里面的女主角就是游依,她27岁 她是一位优秀的旅游杂志编辑 她工作了6年,但也存不到钱 她就像一般的打工仔那样 为了生活开支,卡数,学费贷款 拼命地工作赚钱,但始终都存不到钱 支出还越来越多,令到她非常困扰 那她就开始考虑了,究竟她是不是应该放弃她现在喜欢的工作 找一份人工高一点的工呢? 但工作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压力又可能大 究竟值不值得呢? 正当她在想人生到底是要做什么的时候呢? 她就遇到一个咖啡店里面的一个咖啡师傅了 那个咖啡师傅告诉她 其实你比自己想象中更富有的 让我告诉你自负的三个秘密吧 那究竟那三个秘密是什么呢? 秘密一 拿到新水后先付钱给自己 很多人出了粮后就会拿些钱来缴付账单 找卡数 然后就买自己喜欢买的东西 到月底就没有钱了 所以先付钱给自己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出了粮后 即刻就把一些钱存下来 譬如是百分之一 就是传到另一个储蓄户口 就是给未来自己用的 秘密二 抽出没有必要花费的拿铁恩子 那究竟什么是拿铁恩子呢? 拿铁恩子就是没有必要花钱的习惯 例如就是喝咖啡 或者是吃零食 大家不要小看一杯咖啡 其实一杯咖啡就足以影响你整个人生的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世界是有一件事叫做福息运算的 如果你懂理财 每日存一点 用福息的计算方法计算的话 其实你将来可以存很多钱的 那我们就用咖啡为例子 一般上班一族都很喜欢喝咖啡的 究竟一杯咖啡可以省多少钱呢? 假如你每日买一杯咖啡是40元的话 40元乘30天 再乘12个月 其实一年呢? 你就已经可以存14400元的了 那只要将这笔钱拿去投资 如果投资回报是有10%的话呢? 你第一年存的钱呢? 就可以是有14400元乘以1加10%的福利 然后你第二年再存14400元 总共呢? 其实你就第二年会有30240元 如此类推 到第三年呢? 其实你第一年存的钱呢? 就已经是可以有14400元乘以1加10%的二次方 而你第二年存的钱呢? 就是14400元乘以1加10% 再加上你第三年存的钱呢? 总共呢? 你已经可以存到47664元了 如此类推的话呢? 其实只要你存够23年呢? 已经是有100万的了 同学可能会觉得 哇! 要存23年才有100万了? 但是你不要忘记哦! 你每日只是存40元而已 相比起你完全不存钱的话呢? 你是0元的哦! 如果你是不止存40元 你存80元的话呢? 其实你就有200万的了 你越存得多 你就越... 将来就越多钱了 所以呢 改变自己生活的小小习惯呢? 譬如是说 买咖啡改为冲咖啡 那就能够省很多钱的啦 至于有关第三个秘密呢? 我在这里买个关子先 同学如果想知道的话呢? 就请你去图书馆借这本书来看啦! 知道吗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